这就好比我们觉得遇到了危险报警 最后警察到你家来把你给杀害了 这怎么办啊 以后遇到事情我要怎么办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儿福联盟是保护孩子权益 因为我一直在讲 孩子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出身 他出身在这个家庭就这个家庭 家庭需要关怀家庭弱势 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他 那这就要政府的介入 政府会政府的介入的 精致与否所做的协助够不够 会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我想这就是政府的重要在这里吗 孩子能选择出身吗 不行但是政府可以改变他 这政府的重要性 那么我讲这件事情 我讲十二月这是十二月 凯开在十二月离世的 十二月在干什么 总统大选 所以呢 所以没有人愿意报 没有人愿意报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吗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原因 十二月份在总统大选 有谁愿意报这件事 因为我按照我们的推断 他的死亡证明推出来 你看哦 他的死亡证明里面 很可怕哦 皮下组织 这个体液积水 然后休克 这严不严重 严重啊 非常严重啊 我一个病如果被检验出这个 那还得了 第二个 他的造成 头部脸部四肢多处外伤 这严不严重 严重啊 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法医写的哦 他的事 他的是招人束缚绑 约束长时间罚战 殴打所致 这么惊悚的验尸报告 哪一个不通报 这个事情 怎么会中央不知道 这个事情 新北市府怎么会不知道 这个事情 台北市政府怎么会不知道 这是新北的孩子 经过中央的委托 到台北市来接受照顾 最后在台北市出了人命 这个事情 谁拖得掉关系 告诉你 谁都推不掉了 谁都推不掉了 所以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压到现在 如果没有那个殡葬业者 他来踢爆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郑君为了选举 你真的怀疑为了选举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把一个孩子 变成是这样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 我不能 对这叫视而不见吗 就摆在那个地方 一切等大家选完吗 他现在做法就是说 进入司法程序 进入司法程序 没有把这个事情 到台面上来讨论 你想想看 如果12月份 今天我们讨论 凯开这个事情 放到台面上来讨论 你想想看会怎么样 那是多大的风暴 这个比当凯开的案子 比恩恩案严重多了吧 严重多了吧 你想想看 如果在12月份 这个事情浮上台面 台北市有事 新北市有事 中央有事 那不天下大乱 所以我才讲 大家是为了某些企图 刻意让这个事情 走司法程序 不要把它拿出来讨论 而现在 如果不是这个殡葬业者 把这个事情揭露了 让大家知道 这个严重性 这个事情可能就 对也不会没事 就循司法程序走了 这个保姆 他是造势者嘛 就是个保姆 这么狠心才造成了 这个事情 可能就保姆 移送法办 按状况判刑 然后这个社工 我讲什么叫社工 什么叫志工 不一样 社工领薪水 志工没薪水 志工没薪水 领薪水的就叫做专业所得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志工的 我们今天有爱心 我不能当志工 经过多少测验 多少这个关卡过关 才当志工 志工领的薪水叫专业 叫专业 你不能说 社工领的薪水 社工 社工领的薪水叫专业 专业的不能说 我没有经验 而我不知道 或是我太忙 你是专业哦 我今天是职业军人 我去领国家的心想 等到敌人过来之后 我说对不起 敌人太多了 我守不住 所以我往后退了 说不过去啊 你是专业啊 你遇到什么状况 你要怎么反应 跟谁反应 跟谁请求支援 你有沒有上级 你的社工上 有上级 有上级啊 上面有督导啊 有执行长啊 有董事长啊 你承受不过来 怎么不反应 还是你有反应 上面不理你 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嘛 所以我才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你说到底是市府 是新北市府 还是台北市府 还是中央的问题 还是社福机构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不要陷入政党恶斗 选举选完了 找出问题来解决 这才重要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社工不足啊 上纠啊 如何如何 我觉得一切按法律程序 按照惯例 不要违反比例原则 上纠为什么今天台北市会出来道歉 警察出来道歉 违反比例原则嘛 他有要逃吗 还有他要干什么 你上纠的目的在哪里 他违反了比例原则出来道歉 那是为了什么 习众怒 可是习众怒你又搞错了 这边的众怒没有习 变成让社工抓狂了 那以后谁敢当社工啊 所以我才说大家不要猎屋 也不要想办法能谋取各种 属于你自己的政治利益 孩子的生命是无价的 孩子的权益是大家都重视的 找出问题来 俄伏联盟不是成立一天的 1991年到现在 不是一天哦 他的作业程序 救助过协助过这么多人 为什么就是这个个案 另外就是因为这个个案 造成大家对俄伏联盟的不信任 我觉得这次最可怕 以后要找谁啊 你说全台湾全国各地 有多少需要协助 需要照顾的小朋友 以后小朋友出事了 我们请俄伏联盟 哎呦别别别别 吓死人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 将军刚讲的这一段 其实说实话 就是我刚讲的整个信任度 整个信任体系如果被打坏 我再讲一次 俄伏联盟真的对国内做了很多的 包括家庭跟孩子 做了非常多一些事情 不用因为个案把它打掉 但是这件事情难道就过了吗 这件事情俄伏在过程当中 该检讨的该什么的 或是有没有该负责的人 当然应该要看 包括对今天 包括媒体去采访过程 你说执行长在我的时候 讲说社工一定没有造假 他不需要造假 平心而论 你也不要说他一定有造假 可是这让检察官去调查完以后做吧 就是不是由你们执行长 该出来做这样一些事 你们该回头闭了门 检讨一下到底发生一些什么状况 那儿福的招牌 会不会因为这个就毁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讲那社会信任多人体 要不然米凤你看着这件事情 儿福受伤 社工体系包括我再讲 那一个社工 你不能代表全部社工会这样 社工很辛苦很尽力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相信也有很多社工觉得说没有啊 那我们去访试真的很认真 我们真的会看啊 但是就要发生这样一些事情 对很多人来讲 他就没有办法再信任很多事啊 是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说 他这个儿福联盟是一个有心语的机构 然后他就他底下的社工也是有有牌的社工 而且他还号称跟人家讲说 他是前开过幼儿园的 那当然都觉得说 这好像是很有经验的这个 然后你叫 然后这个就是社工有暗时去去探视 然后又有写报告 那整个整个过程都合乎规则 然后合乎程序完蛋了 就死就就过世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 看三次 然后最后刚刚将军讲那个验尸报告 难道这是在最后一个月才发生的吗 所以你刚好没看到那个月才发生的吗 所以我就觉得中医 你显然说这个环节都合乎规则 然后合乎程序 然后就就孩子就死了 那些人的过程里面一定有问题吧 而且是可能是每个环节都有问题 就说儿福你对这个社工 你到底有没有调查清楚 这社工刚才有讲到 第一对那个夫妇三个月 就把他带走了 其实你有没有去问过说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有这个注意的话 你会去问说 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小孩 从这个保姆的带走 那也有那个后来有媒体人去爆料 就说他为什么没有去选择这个保姆 因为他家太脏乱了 那所以说你对于这个所谓你底下社工 是不是真的 你只要考过那个证照 那你就非常的信任他 我就百分之百相信他一定不会做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盲点的存在嘛 然后这个社工 我觉得他可能也许 我觉得他们都说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但是他是怀了一篇社工 他说他想念法律 他可以法律但后来念社工 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对这个事情是有爱心的 那他也不是说我存心怎么样去要破坏小孩子 是不是说他这调查里面跟真的是年纪太轻 看不清楚这个这个这些恶毒保姆的这个手段还是怎样 还是你写报告 可是我觉得这一般人比较会难理解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看到拔指甲的时候 这个事情恐怕连就一般人很难想像 小孩怎么会被拔指甲 这件事情 然后你不你没有把它认定成为是一个虐待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过程里面 你对于这个社工的训练 你是不是也太过 也许有一个走上一个比较老牌的机构的时候 他觉得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然后我的下面好像也没有出过很大事情 然后很多训练的过程 或是说在这个找保姆的受证的过程里面 我可能容易有比较大的一个太放心的 或是说太相信我这机构既有了既定的规则 所以我觉得说你这每个东西 真的你要重新再检视一遍 你整个付托的这个过程 你说阿嬷那个保姆 阿嬷的保姆刚好没有症状 那你又需要公家费用 你要有症状 那你那你如果我托给阿嬷的保姆 我当然是很是大家就说 那个保姆甚至要认这个小孩 认小孩做收养 对 可是问题是他就是卡在没有症状上面 所以那你说我如果一个社工单位 我托付给一个没有症状的人 我是不是又出事了 万一出事那更麻烦 对 所以这件事情的恐怖在也就是说 我所有的都按照这个规则走 一趟以后发现那些小孩 真的是死在不小孩 就就就死在这些规则里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的监督功能 我觉得地方政府这件事情 是负有非常比较大的一个监督的责任 那你这是儿府整个发下来的case嘛 所以你儿府你要重新你要解释 你受证的过程 这些保姆你要不要加一些更多的程序 去筛选你这些保姆的合法性 这个就是试任度 你要说你或者是说你对于社工训练 你要不要加强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 或是任何事情要加强报告的东西细节 通通不能放过 这些才能因为我们简单的说 这些事情如果说这些这个社工 我们不想归功于 规则于任何的社工 但是这个事情的环节说 社工你只要警醒一点 其实这个案子应该可以早点发现 但是社工的没有警醒 是来自于是什么造成他这样子 那我们就要问你儿盟的 就说你训练社工的过程 到底是不是一套是一个完整的 如果现在这样的规则还是不够的时候 你是要再加强社工在探视的时候 还要写更多什么样的细节出来 或是甚至要拍照 什么东西的 这个都是要弥补的过程嘛 那你地方政府这个监督的责任 你怎么去加强 你去做一个辅助 这样才可以啊 否则你说类似的情况 如果是地方政府发包 又社工也可以发包 那也发生在地方任务上面 那也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嘛